大家好 I like radio 中文雷星王 启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多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在现场开放了直播 如果其实对于这个小日子非常有好感 同时也记得我们这个社长 冠营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很多有趣的事情的时候 想念她的朋友现在赶快来看一下直播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I like radio的中广的 就是我们的官方的脸书专页 同时也在秀妍大牌的启离世界也可以分享 所以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看看我们久违不见的冠营你好 大牌好 各位亲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没有来的 真的 其实这个冠营离开小日子那段时间 然后我自己还觉得蛮讶异的 我还问一下说 怎么这么久没看到冠营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离开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平常神经大调 结果那个小蜜就说 冠营最近好像是出国了 然后又好像是有点事情在忙 然后离开小日子了 我说哦 那就是铁定是这个人有更好的发展 对不对 现在正在家里休息当中 现在我刚刚看到她 我觉得她现在又漂亮了 这个可以拿测一点 这样大家才可以看到你的脸 你看看你要露出来 然后其实呢真的这一次呢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 她孵出了这本有春的日子 这个故事其实这我从头看到我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还蛮多的感动 跟我平常认识的冠营不太一样 因为冠营平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你都是笑得很开心的 然后分享很多很有能量的资讯 是不是 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里面 我才觉得你的人生真是有血有泪 是不是 这本书写的东西其实比较悲伤一点 但是 也不算悲伤 看完以后不会给你很多的负面能量 大概就是我这一两年经历的事情 好 这个有春的日子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名字是这样取的 然后我其实在前面就一直在找有春的故事 到最后才找到它 如果是大白的忠实听众朋友 应该知道有春是谁 而且都来过 有春在书上也有出现 对有春来上过节目很多次 有有春来要直播过 有这个长得很像要出来选总统照片 就是有春本人在这里 这个看起来小一点 来我们说近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看起来要选总统眼睛炯炯 看向未来的这张照片 就是有春 有春其实是真的有福气 但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来冠宜给大家讲故事 因为大部分听众朋友可能会 不好意思我在偷吃糖果 这样听起来会有啪啪啪啪 还好没听到 不过你这样能够讲这么深也不容易 就很多听众朋友会以为 那个我这本整本书都在写有春 但其实有春大概占了六分之一左右 其他的事情啊就是这一两年 生命的过程 对然后带我大的那个外婆过世了嘛 然后还有我中间几次流产 后来我去做人工受孕 就是试管婴儿 但没有成功 然后以及我离开工作 种种的那个心情的变化 那这些事情呢我在过去一两年我都觉得 这些事情好像是很 personal的 对然后而且是人生中的失去 毕竟失去我外婆 然后失去孩子 很多想要得到的事情没有得到 但试过境迁之后我就会觉得 其实那是人生的一种改变的样貌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后来想书名的时候 这个书名是我的出版社的编辑 集体投票选出来的 就是有春的日记 就是不管你经历生命中经历的什么事情 其实永远会有一些剩下的东西 永远都会有余裕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空间 然后让你继续去努力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好又借友春的名字 然后就是把这本书给写出来了 好那其实在今天这个冠淫跟大家轻松聊的时候呢 其实他这个内心的起伏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的了 尤其是刚刚讲到外婆 生命当中最爱的这个人离开你的时候 然后你会觉得 其实好像天都塌下来了 但是一段的时间过去 其实时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疗愈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其实为什么 第一个是有春的日子是 今天我一定要来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是因为呢我觉得其实 第一个是冠淫是非常有爱的人 有春呢其实就是刚刚看到那只小博美 他原来其实心思虫很严重 大概都活不了多久了 但他愿意接手 而且付了庞大的医药费 那其实从这里呢 也开始展现了这个有春的人生 也给冠淫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听陶金莹的那些日子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来大家看看 亲爱的秀媛大牌 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想念上你节目的时候 感受到的活力与认真 所谓的敬业跟魅力就是如此 其实念出来好害羞 其实我觉得冠淫自己本身就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小女生 因为他对我来讲他真的很年轻 但我觉得他做起事情来非常的决断 而且他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是这样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在小日子的时候下的标题 或者是选择的这个就是target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异于常人 你应该去做艺人 真的 大凡你们疫情期间节目怎么录啊 我们有连线 我有看过一集连线的 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来看看 现在已经有三四十位朋友上线 好久不见了社长 慧玲想念你 然后素贞 然后这个是什么 Stephanie Stephanie 还有玉珍 英玲 然后燕凤 春桃 Linda 素碧 然后验证 Momo 还有这个 好多朋友哦 安欣 Li Chan 是不是 宽智 Mina 现在朋友上来的越来越多了 大家请给我们的社长一些正面能量的鼓励 因为我觉得她其实真的实在是一个才女 那其实她到哪里都会有一些非常棒的成绩 我其实真的如果说你今天叫我压住压在她身上 我相信不久的当然她其实应该是可以当总统的那个 哈哈哈 我自己觉得 谢谢大家 我真的我非常看好她 那我觉得其实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幻影因为经历了一些就是生活上的蛻变 所以其实也变得柔软一些了 对对对对 我没有以前那么就是 犀利 跟火爆 我觉得我以前在工作上比较火爆 现在柔软很多了 嗯 而且像我刚刚就跟小蜜讲啊 我每次来录节目的时候都是压她心脏的底线 为什么 每次到59分才到了 或者是10分要录 然后我今天就很聪明的 嗯 今天大牌早早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她坐在那个 我都没喝咖啡 对好 好惬意哦 一不我是主持人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冠营才是冠营 因为她现在呢 充分的活出她自己要的样貌 以前其实因为在公司的框架底下 而且你是很多人的典范 嗯 跟必须要这个follow你的step的时候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会有点压力 对对 大牌我们今天那个直播可以送一屋吗 可以啊 送两本新书 送两本新书 好 那你请他们分享 分享 有春的日子好棒棒 好不好 有春的日子好棒棒 好可爱 就是留言 然后分享 那我们就一个冠营会送给大家两本 对 我们会选出两本 对我们待会就是 结束以后就直接来抽奖 对 好不好 所以脸书上的朋友不要离开 就是有春的日子好棒棒 那这本书 其实我自己觉得 看 看起来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很窩心 然后其实 有很多的情境都是 不一定是冠营自己的那种感受 虽然是不是我的外婆 我也有那样的过程 所以其实它可以切近到很多朋友你的心理 再加上以前看小日子的朋友都知道说 其实冠营他们的目标 并不是话中取仇 对啊 然后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哪个热闹走哪边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其实更有一些 就是我觉得更清明的 更清透的一些看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后来是 其实蛮大的勇气才把这本书写出来 因为就像大白刚刚讲的 很多事情是很隐私的 对像我我也不肯写 我觉得一写的时候 那个心都碎掉了 真的 然后中间有一段是边哭边写 觉得自己超功能 然后教稿的时候 又叹一次负责 又叹一次负责 对不对 然后跟编辑一起哭来哭去的 那蛮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些 碰到生命难关的朋友 可以介绍他们来看这本书 对而且其实希望鼓励大家了 不要故作坚强 因为人性本来就是 其实你有强悍的时候 但你也柔软的时候 然后你也有需要温暖的时候 或需要包容的时候 这个书里面其实都有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放下 什么时候继续坚持 然后什么时候会有一些生命的过程 所以我们慢慢聊 我们怎么来了 上面好多朋友来留言了 然后大家一起留言 你看都好棒棒 好棒棒的上来 要记得公开分享 要记得分享 分享在你的社公开 要分享在你的脸书上 中文流行网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现在换了一个身份 不是小日子的社长 是有春的日子的主笔 也就是作者刘冠莹 现在名作家 谢谢 好 其实真的这本书诞生 其实也有一段过程 就是 这个有路是怎么样跟你联系到 然后 其实我看那个有路 其实之前社长就一直想要出你的书 然后跟你联系过 对对对对对 那个有路的社长回之 是一个很帅的诗人 对对 然后那个当年 他大概四年前就跟我约这本书 嗯 他本来是希望我写 小日子的品牌转型跟商业模式 嗯 的成功 嗯 的经验给大家参考 所以是比较偏那种商业经营类的书 嗯 可是所以这一本书里面有一点 就是关于小日子在品牌转型里面的思维 嗯 所以最早的那篇文章 我在三年多前就写好了 又收在里面 然后后来写着写着 因为我生命里自己经历一些事情 嗯 再加上我跟原本公司的伙伴拆伙嘛 嗯 所以写着写着就往自己心里那块写去啦 嗯 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好 因为其实这个也是跟自己和解 对 然后同时也是自己就是愿意 嗯 我愿意走出来让你们看到 怎么样才是一个真实的我 因为在工作职场当中 很多的时候是包 就是包装好的 嗯 比如说你当鸿海发言人的时候 嗯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苹果日报的时候 嗯 然后比如说是你在小日子的时候 然后其实你的经历真的 还蛮吓人的耶 就是蛮丰富蛮充实的 是不是 嗯 忍不住一直用洗眼看我们的直播画面 因为我今天 我料想到大牌要直播 所以我还穿了 看起来自己以为比较瘦衣服 就看起来是 没有啊 真的很瘦 而且 而且我刚刚还跟她讲 我说奇怪了 不到小日子的社长以后 反而变漂亮了 以后要拒绝跟大牌同同 好 警告各位来上大牌的来宾们 她真的很瘦 大家要小心 她真的太客气了 大家要小心 好不好我会用力推你的书 哈哈哈 不过其实我今天真心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 因为它是一个有温度的书 今天在你家的脸书上 全部看到的都是妈妈号的故事 今天上幼稚园怎样 你又是怎样 对对对 是一个什么转折 是一个什么转折 我的自我和解非常的晚 所以我觉得在之前就是 刚刚秀妮你说 我那个人生的经历好像很丰富 就冲得很快 但是也很颠簸 对 但大部分在人生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我都蛮紧绷的 所以那个 我大概真正的自我了解 跟自我包容 接受自己 有些事情真的做得不够好 或做不到 是直到大概就是这本书出之前 然后外婆过世 跟我自己去做人工受孕 对生命这一层的理解有更深 一层的思考后 我才发现就是 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然后有些事情就是真的不需要那么紧 然后面对生命这件事情 常常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 常常会消失 这件事情我是很晚很晚才了解 因为老实说 我人生中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 近亲过世 就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所以外婆这次过世 其实给我的震撼还蛮大 然后同时期间 那个友春 原来是一只老狗嘛 八岁了 九岁了 今年已经十二了 十二了 对啊 去年我录你的节目已经录了 大概前面就三年 三年有了 对啊 然后友春加入的时候她八岁 所以她在十一到十二岁之间 OKOK 然后友春在我外婆生病的期间 她也一只 就是 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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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心思虫是一件很可怕的 是 心脏里面布满了那个 就是像一条一条 拉出来会有这么长的白色虫 对 好恶心 我们家的狗以前也是 对 我原本以为心思虫是 因为狗那么小嘛 而且它会吐 吐出来的时候也会吐出一堆虫 我原本以为是显微镜才看得到 结果没 它跟泡面一样粗 嗯 那么小的狗怎么承受 对 然后同时期间外婆的事情 然后还有友春的事情 再加上我自己去做 我反复流产 后来去做人工受孕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觉得 生命的本质其实是很脆弱的 因为以前的我的个性 可能就是 嗯 在工作上发展 一定要做到 嗯 然后一定要完成 然后使命必打 对啊 然后我对失败的跟 那个瑕疵的接受度 非常的低 嗯 会觉得 为什么会有些事情会做不到 所以你对别人的要求 当时也是这样 对啊 我是一个很严苛的老板 然后所以 我也知道自己不好相处 不过这可能是我的优点 是缺点 嗯 就是是我会把工作做好的 一个原因 可是跟我共事 或者是我自己 在工作上并不是那么快乐 所以现在我觉得 她的脸部线条都柔和 我觉得真的是像有形成人 变奔柔 然后你看 其实这里有写说 不想再那么用力 其实生命当中 大排年轻时候也很用力 但我觉得 要经过一段历程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 很多的事情 其实随缘 随遇而安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就始终搞不清楚 从你刚刚开始 你也不讳言说 你在做宝宝 嗯 然后因为你已经有了 骂骂号 对 然后在我的印象里面 其实你是个属于你强人 嗯 然后属于领导型的人物 是 然后为什么对 要孩子这件事情 这么执着 而且我觉得 你应该是跳脱很多 事实惶惶 不是那么 那么爱当妈的那种人 我刚一坐下来 才刚坐下来 秀也就问我这个问题 对啊 我说现在进行到怎样 什么程度了 对啊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还是坐下来 一直在努力看她的肚子 对 因为我之前去做两次都没成功嘛 嗯 那刚刚跟秀妍讲 就是一来 嗯 其实我还 蠻希望妈妈有个伴 这大部分的妈妈会 我想你大部分是为了她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其实还蛮喜欢当妈妈的 嗯 虽然说我是无意间获得 我的第一个孩子 嗯 但是我 蠻enjoy在妈妈这个身份 就我自己蛮惊讶 嗯 我还蛮喜欢当妈妈 这个事情 所以就 后来才发现 因为我去健检的时候才发现我有双子宫 真的好神奇哦 超级神奇 你应该以后要把那个 捐给 捐给医院做实验 对 因为她很双子宫的患者 在临床上是很少见 嗯 就是我有两个子宫 嗯 但是通常双子宫患者就是 一大一小 或是两个等大 嗯 但通常有这种症状的人 医生都会 嗯 劝你说不要生育 嗯 因为 不能拿掉一个嘛 嗯 通常因为应该是要合在一起的 嗯 嗯 所以不够大 不管是哪一边都不够大 OK 但是我怀罵罵 但是罵罵号竟然就这样来了 对 所以她是天生注定 真的 像百战百胜 无限通关之后 然后决定要来当院 但是你都知道说 医生检查出来 其实双子宫这件事情 怀孕这么困难 然后你还是要 你就是不服输 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借助现代医学 应该可以去克服这件事情 毕竟有两个房间 我可以突破房间 这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勇敢 但是我们也 经常看到 演艺圈有很多的人 不断的在 像百战兵啊 像谁啊 不断的注射 希望其实很辛苦 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看看 好多的朋友说 好棒棒好棒棒 有村子 麻烦大家要记得分享 传荣你好 要记得分享哦 对哦 传荣你留了好多次哦 他就势必要得到你这本书 你看 JJ你好 要记得分享 慧玲 不是 分享在你个人脸书上 是 柚子 请大家就尽量分享 有分享的那个朋友 我们尽量的把你抽出来哦 所以这两本 这个就是会送两本 有村的日子 这两本 这个书其实真的非常好看 是你自己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在看一篇故事书 但是他又跟你自己 会有某一些的那个 切解点 也许你也是 像他一样的女家人 或也许是 其实你就是一个 妈 一个柔软的妈 这里面也有那样的角色 是妈妈好在学校里面 很多的反应 然后其实他会给你的人生 带来讲 当头棒喝 哎 我都没有想过说我的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是有了小孩以后才开始学习 因为我会看到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过程 是怎么样子 然后就会想说 我当年的我是怎样一步一步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是这个思维 让我觉得还蛮惧启发性的 所以待会呢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详细聊一聊 其实这个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坚持 可以不坚持 但是他为什么选择 走这样的路 好不好 然后也让大家其实在这种 这个路程上面 有相同故事的朋友 可以打打气 然后我们这还有 还有 Peggy 然后还有 柏 我看一下柏语是吗 嗯 慧玲 柏语 对 柚子 JJ 大家都 Alice 狂刷一牌 对 柏语 柏语 九令 凌 丁 凌凌凌 凌凌凌 凌凌凌凌 凌凌凌凌 好可爱 好 哇真的大家狂刷一牌 麻烦大家刷完了以后 还是要那个好不好 要分享 你看他这边宣的以公开分享 谢谢你们支持 因为其实为什么希望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 其实现在的这些 路出的管道太多了 然后有的时候呢 资讯一下就被盖掉了 那其实有好的东西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所以第一个是分享的概念 第二个是我们也希望 其实鼓励像这样有才华的女生 然后她自己得到一些能量以后 她也有更多的这个感情的故事啊 或者是未来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写更多的东西给大家看 好不好 我这次也是把文章写出来以后 然后超多的女性朋友来私讯 我跟我讲说他们也有去做过 真的 我认识的朋友里面一堆人说 超多 对超多 中国流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有春的日子作者刘冠迎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说说 有春的日子的故事啊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非常平实 但是也讲到了一个女强人 其实在这个历经职场的这些过程当中 那她怎么样开始慢慢的接受 也慢慢的了解自己到底真的要的是什么 有些人到其实70岁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我觉得冠迎是一个有智慧的女生啊 所以你继续分享一下 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 反而你是想报效国家嘛 对 大白很烦 但是大白说我为什么会对生小孩有执念这件事情 刚刚就是讲到说那个书里面有一块是写那个妈妈号 妈妈号就是我小孩 然后我本来其实我也没预测到自己那么喜欢当妈妈这件事情 这后来生下以后觉得 因为其实我对自己有很多的困惑 就像大白说有些人可能到70岁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始终是知道自己有种困惑感 可是我不知道 比较确切的去 卡在哪里 对了解方法那个节点 到底那个真节点在哪 但有了小孩之后才发现 原来就是观察一个跟自己这么相像 但是又有一点不同的人 慢慢的长大 那个社会化的过程 我就可以回想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像那种教学相长的感觉 我蛮喜欢为人母 跟他渐渐长大会跟我变成朋友那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这个感觉是你真的充实充分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爱这个东西 以前爱很模糊 对 现在的爱好具体 你就知道我这么爱他 然后他也这么爱你 没错 而且那个妈妈出生两年以后 有春加入我们家 然后所以我是同时 那个蛮接近的一个时间点里 突然拥有了很多小生命 然后还有刚刚在开路前又跟大牌分享 就是今年我们家又被人家脱孤 来了一只新的小狗 然后大牌就被我抓着一直问 因为那个我们家 大牌是动物之家 真的 然后我们家本来有个有春 然后新来了以后有春就一直崩溃 连续崩溃两个月 然后他有时候会一直躲在角落里 然后哭啊什么的 缺乏爱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会一直崩溃坐 崩溃躺 然后一直用那种很痛悲痛失 痛恨痛心的那种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觉得你不再爱他了 你的爱被转移了 对 所以我刚刚跟大牌问了很多秘诀 就是要如何让有春再度开心起来 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有很多小的生命 突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然后才突然觉得 那种启发度是很高 那后来为什么会想去做人工寿命这件事情 一开始是发现自己双子宫的嘛 然后因为以前 气而不捨 对 以前是一直自然怀孕又自然流产 流了好多次 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的身体好像没有那么不好 为什么会流呢 因为你受孕的机会还蛮高的 对 所以可是后来去检查 营养不足 对 然后他只要跑错房间 比如说两个子宫其实只有一个 他有怀孕的几率 但他跑到不对那个房间 就像以前大家如果有看过百战百胜的话 然后有一关是那个一直冲到 那个最后一关 这个形容很奇特 小蜜你是不是没有看过百战百胜 你这个年纪 那你有听过刘德华吗 这个有听过 所以就是你要跑到最后一关 你就是历经千辛万苦 比如说受孕什么 他变成一个好的胚胎 最后有五个门在前面 但是其实只有一个门他有路 其他四个门都是直接冲过去 就掉进水里 那妈妈就是冲到对的门的那个 那个survivor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是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去借助现代医学来做做看 那老实说 其实做人工受孕的流程 我就不再细讲 应该大部分人都 如果有做过了就知道这个苦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 我每次看到像是以前 什么白冰冰 或者周丹威 还是有谁 反正大家都为了 要有一个生命的完整 那么一次的流程里面 大概是吞药 就是一定会上百科 那针也是几百 自己扎自己 对几百剂再搭 然后那个时候又不太方便跟人家讲 因为我怕人家很过分呵护 过分期待 对啊 所以我记得那个小蜜 应该有点印象 因为他有阵子在发我通告 然后我都病炎炎的 所以我有一阵子就 那个小蜜可能觉得 我耍大牌都要来不来 其实那个 大牌在这 对 不会让你耍大牌 就那阵子就是蛮坎坷的啦 然后可是我后来试过境迁 我觉得我想要的是 我想要这个成果 比如说我想要第二个孩子 可是我想要自己努力的去试试看 有努力过这件事情 我在往后回想起来 我不会觉得说 我非常想要第二个孩子 但是我没有尽全力去试试看 你十一月生了是吧 对 射手还是天蝎 天蝎 天蝎恭喜 难怪会有这种执着 真的真的 然后就是我只想要我努力过 而且那个时候的执着真的很奇怪 就是我就是要做到 我就是要做到 我也是天蝎 我也是这样 所以我立马就是想到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要去花市买个花 但我明明知道花市没开的 我就想尽办法一定要得到那个花 而且我们那个念头燃起来的时候 第一阶座真的是无法熄灭 你就是会一直往那边这样子开开开过去 其实你后来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 那是你就非得做到 对 可是我觉得那努力的过程 对我们这样子来说是重要的 对 其实他这个封面上面也讲说 你不是困兽 你是日子的braith walker 就是一个勇敢的前行者 对 所以其实像 其实冠影很年轻 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在未来 你有太多的路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但我觉得你在家当家庭主妇 当妈妈太可惜了 那现在有太多的平台 或太多的东西 是可以共同的这个一起来处理的 对 我也相信你的能力 但我是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在这个 就是生活的困境当中 尤其是在疫情这段时间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什么事情是无法走过的吗 你说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 或者是在大家的人生经验里面 失去这件事情 怎么恢复 怎么recover 因为我这本书里面贯穿权后的主题 其实就是我在跟失去这个主题对待 那我后来在那个三重的 失去三重奏 同时进行下去的时候 包括外婆嘛 友春啊 然后还有孩子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那个人生中 失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克服 其实生命本身就是脆弱的甜蜜 像有春一样 所以真的就是老坏一句 就是只能把握当下 你回忆起来的时候不会后悔 然后有余裕去 那个回想那些事情 你不会回想起来都是后悔这件事情 好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还有好多的这个细致的内容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金句连发 马上回来 你这里面真的蛮多金句的 好久没看到书姨哦 是不是 对啊 超久没看到 书姨说好久没看到你 好久没有看 超久的 现在的那个生殖技术其实是比以前进步很多 是不是 但是都对女生来说都还是辛苦 所以请大家继续留言 然后继续分享 你看到这边也有 都已经公开分享了 谢谢支持 但是我希望其实大家分享完了以后 然后也可以跟其他的朋友聊一聊 你们看完以后推荐一下 像这种温暖的书 其实应该是可以冲上那个疗愈开行榜的 是不是 博宇谢谢你 佳瑶正在观看 待会我们抽奖的时候 不是那个正在观看的不能抽 所以一定要有写下 人要在线上 是啊 有春的日子好 好棒棒 好 然后其实你看 像我有贴一些重点 我就觉得其实这里面都是金句 工作本来就是孤单 生活也是啊 其实工作真的很孤单吗 生活很孤单吗 可不可以不孤单 是在下一段的那个节目当中 我们还有最后一段 大概六分钟左右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 也许你会觉得职场很残忍 或者是你会觉得职场很无趣 但是其实大牌在这个 如果说大圈子的话30年 在中广也有20年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你只要享受你的工作 跟享受你所付出的 跟你得到的 就这两点平衡就好了 是吧 对 要不然真的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你永远要比别人 为什么吴淡如的粉丝这么多 真的 那你要优秀啊 所以有时候 大牌粉丝也蛮多的 没有没有 那参与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 上一次我们有请高艾伦来嘛 高艾伦说认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跟自己妥协 然后你不要其实把自己逼到 就我们常讲牛角尖 牛角尖 有的人就走不过来 就会变忧郁症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路 就是就像大牌讲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一直看别人的话 然后跟别人比 其实自己心里会很不愉快 所以有些人 就是现在社群媒体很多啊 不是有些人是那个滑到忧郁症嘛 滑练习滑到忧郁症 对的 因为每个人 被制约了 有一种很令人羡慕的生活 叫别人的生活 对 没错 你看别人的生活都比我精彩 对 都是会觉得超棒 对 好 最后一段 中文流星网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刘冠英带来的 有春的日子 其实这本书里面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生命当中的 躲不掉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你拥有的 然后你又失去了 对 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个 失去的过程再重新拥有 所以这个比如说是失去了亲人 但是你重新拥有了自己的自信 或者是重新疗愈自己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 冠英的这本书里面 其实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 或者是别的人事物 来补充这个空缺 虽然不可能完全平复 对 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去跟自己 对 你说自我对话的部分 其实大概就这两三年 都过得非常的纠结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人生中会有这么痛苦的时刻 比如说外婆图完故事 你明明知道人是一定会死的 但是碰到那种关卡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过不去 然后或者是在面对工作上 抉择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为什么别人的工作 我这么认真 可是有些成果就是会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虽然说离开工作这件事情 我已经想了大概两年了 因为我觉得我在原本的工作范围里面 已经做到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但是离开原本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会失落 所以人生中其实我觉得 很多失落的来源是 对于人性 对于不确定跟未知的害怕 因为不确定跟未知这件事情 其实是会很挑战人性 对稳定性的一个渴望 可是其实那个人生最稳定的 其实就是无常这件事情 每天都在改变 就算你觉得最稳定的工作 它也是会突然改变 每天都在改变 每天都在选择 你要走这条路 你要走那条路 你要吃这个菜 你要选那个菜 然后我要不要送他上学 要不要接他回家 首先你会觉得是很细微的决定 但时间 蝴蝶效应 对时间放宽一点来看 你就会觉得 当初如果我不做这个 然后做别的选择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但其实人生 当时的选择 真的会只有一个选择 不用去想以前的事情 只有现在这个当下 可以去掌握 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金句 像是工作本来就是孤单的 生活也是 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好 对 那其实这里面呢 我还看到了有一个章节 我觉得也是比较打动我的 就是失去了好朋友以后 然后其实你心里 是真的觉得 其实是很失落的 但是你怎么样 因为自尊 还有因为一种 就是自己的那种包装或防卫 所以就没有妥协 那后来把它找回来 然后你 这个过程我觉得 其实对现在来讲 交朋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失去朋友是一件 非常容易的事情 真的 我觉得这篇很妙 就是这篇文章叫原良 我记得 原良没错 它不是我这本书拿出来主打的 它是我 因为我这一两年 可能工作忙 就情绪压力大 然后就跟我两三个 其实学生时代就认识了 密友 对 大潮 然后就后来就绝交 然后我最近在 因为跑书通告嘛 最近本身是一个通告艺人 现在很红 我发现主持人都很喜欢聊这篇 所以我想说尤其是女生的主持人 是不是大家都有跟闺蜜吵架过 然后一定都有 对不对 而且都拉不下脸 对对对 然后但是 因为这三个吵架人里面 我在出书以后和好了一个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 因为我会愿意跨出这一步 其实我脸皮非常薄 我知道尤其是天蝎座的自尊心 超级长 天蝎座自尊心 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为了自尊心什么都可以不要 面子一定要有 对真的 而且我那个时候是因为 外婆过世以后 然后我就觉得 人生真的是你不知道 它有点像跑马拉松 可是人生的马拉松 你不知道上天什么时候 会在你面前拉那个终点线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我在里面有引用一首 那个演艺阁的诗歌 然后他的作词人是葛大为 他就是在写死神这件事情 他就说如果今夜就要带你离去的话 你会想跟谁说对不起 但后来外婆过世以后 我就觉得我不想要人生中 我那种巨大的遗憾留着 然后所以我就在我这几个 大潮的闺蜜里面 然后挑了一个 我个人认为 她跟我的和解 比较有机会 对 到了这个moment还在算计自己自尊心 因为很怕自己跨出这一步以后 万一被人家挡回来 真的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我觉得几率最高的 然后我就那个对他伸出友善的手 可能我觉得真的 因为我后面有个后继 因为我那天那个时候我跟他伸出友谊的手的时候 我在教稿 就那本这本书已经快要去印了 然后我那天就传LINE给他跟他讲说 就是你最近好吗 然后他就秒读 然后一直没回 然后后来他就回我一句说我也很想你 就是他在梦里梦到你 然后你梦到你 他就说我昨天梦到你 我昨天梦到你 一大盘你看的认诚 好感人喔 对然后我后来我看到他回我那个LINE 我就默默留下你的眼内 嗯 因为你知道天蝎座自尊心 对对 然后我们看电影也不愿意在电影院哭 对 一定要在回家的时候 其实真的随便一个小点就哭得心 真的只要没有人我就会痛哭流涕 可是只要是有人的话 我就一直捏自己大腿 不让自己哭出来 就是一直捶自己大腿 但是失而复得的那种 尤其是友谊 失而复得以后你会觉得愤怀的珍惜 好感动喔 而且你会觉得当时凭什么 就根本屁事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越亲近的朋友 越会为了屁事吵架 对 然后这真的是很划不来 而且我后来就是做这个跨出友谊这一步以后 我就觉得 其实如果当初我跨了这一步 但是他还是不理我的话 你也没遗憾 我也OK 真的就是没有遗憾 因为我做了 对 人生中不要有留下遗憾 而且后来 我本来在文章里面写说 就是和好的话 可能很少人可以完全很好 因为那个多多少少会有点阶挤 但是这个朋友 因为他最近在换工作 然后后来就有某一天 就是传很晚都传赖歌 我跟我讲说 他很想跟我讨论 想跟我讲电话 然后我就也是12点多打电话给他 然后马上在那边讲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就是一如从前一般 又回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庆幸 我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只有打几个字而已 这个字是试探性的 而且还是还有一点骄傲 你好吗 就是会是这样的 很天蠍 对不对 很天蠍 我就捡回一个好朋友 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遗憾了 所以今天听完这个故事以后 还有呢 我们希望其实朋友们都可以去支持一下 有春的日子这本有温度的书 然后也希望在这里面呢 就是就光是这一点 你能把你的朋友找回来 是 这就是人生莫大的收获 真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谢谢冠营 百忙当中跟我们分享 你看他现在通告卡 对应来真不容易 有春的日子大卖 谢谢你 棉花糖的好日子 四点是无耳全主持的 没事来哈拉 脸书上的朋友不要走 我们要抽奖了 抽奖哦 我们'll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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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